今天ET个股推介是腾讯700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港股配合成交向上突破 创近一个月高位 受惠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中美关系有望改善 而内地下调MLF利率 憧憬政策宽松 加上环球股市强势 港股相对落后都大动港股上弱 股份可以留意腾讯 大行说经济复苏 腾讯强大的市场地位 和创新能力推动之下 未来几个季度所有业务线 包括游戏、广告等强劲势头都可以持续 腾讯估价昨天升了2.7% 收报$355 正是挑战由今年1月份高位$414.2 延伸的下降轨 现在是处于大约$370 我们下期见 今天要发展了2.3%